整个体育你可以看到 当面对所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管理结构 因为它的需求方太多了 而且它并不一定完全是完全是统一的 那再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结构来说 协会和从整体来说 协会和政府它很多时候是一体 我们现在很多的体育协会 包括不仅是体育协会 很多的行业协会它实际上是政府 那这个里边都会造成 某种程度上在长期的效应来说 会造成一种扭曲 那我认为从我们的发展上来说 就是要做到协会实体化 慢慢慢慢的去推向这个协会实体化 使这个需求变得更加的切实 另外呢从商家来说 原来商家和协会它是相对来说是独立的 或者说是精水不犯河水的 那现在来说这个协会它的包容范围就会变得更大 它会包含了商家 包含了消费者 包含了政府 它各方面实际的这个作用 所以说协会的作用的凸现 是未来这个体育产业要发展 体育事业要发展 非常重要的这个 这个意外